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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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和地人打的时候 一按说我超不过三十秒 走 同方PKO对手 比赛结果同 方上 看对方能不能KO我 类伽有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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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雄大战泰拳王帕吉特同打外猜 巅峰文艳 景点时刻 武警雙雄 2019武林峰搏击世界杯热血征程正在播出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呈现一场特别节目 武警雙雄热血征程 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贾奥琪 一位刘亚宁 大家好 我是贾奥琪 大家好 我是刘亚宁 好 欢迎两位啊 英姿萨爽 这个贾奥琪 起点太高了 你看一踏上武林峰的那台就是搏击世界杯之路 因为也感染好时候了 当参加这个2018年第一届搏击世界杯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很兴奋 因为有这么一个平台全这个世界跳出16位选手 然后参加这次比赛 所以我们非常珍惜 是不是第一届的搏击世界杯 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亚宁 因为第一届是18年 然后第一届 然后我是从散打刚转型自由搏击 当时包括降体重方面 然后这个擂台方面 还有这些各种东西吧 有点不适应 然后通过第一届打完以后 然后第二届然后规则了 然后降重了 然后训练方式了 然后我都有一个提升 所以说第一届奠定了第二届的基础 那这一届第二届的搏击世界杯上贾奥琪开局特别好 首场就是TKO了哈姆扎 这场比赛可圈可点 那紧接着面对着另外一位 应该说是经验更加丰富的布莱德 布莱德是世界上很出名的选手 咱们在国际圈也好 然后这个全民也好 都非常认知 然后我想着如果把伊迪亚斯布莱德打下 那就是我的小组突围 也是奠定了一定的信心 所以说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好的 现在为大家呈现的是搏击世界杯地组小组赛 第二轮比赛的第二场比赛 哇 哦 要小心 好 红方选手是贾奥琪 蓝方选手是来自摩洛哥的伊迪亚斯布莱德 好 这个伊迪亚斯布莱德这个拳头进攻速度非常快 对 上场比赛是击败了魏宁辉 哦 布莱德是这个KO率极高的一位运动员 目前两位的积分都是三分 因为在第一轮小组赛当中两位都获胜了 那这个伊迪亚斯布莱德啊 在2017年曾经强夺过这个帕奇特农 因为西上头强夺帕奇特农 然后他把自己的手打坏了 所以他说这一次还要在武林峰再贬这个帕奇特农一射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对啊 然后面对这个贾奥琪啊 他说我看了贾奥琪比赛漏洞很大 我要KO他 所以今天贾奥琪不能漏气了 对 所以这种能够进入到搏击世界杯的选手都是水平较高的 是 高手之间的较量呢 就看谁先暴露出自己的漏洞 对 今天这个贾奥琪中风还不错 对 也可能是上一场获胜也给了他一定的信心 因为贾奥琪在这个去年的搏击世界杯当中表现就很出色 对 所以今年也是奔着这个大奖杯来的 对 今天贾奥琪不管拳腿输出的密度跟这个速度力度啊都非常好 一开局没多久这个你看布莱德脸上就受伤了 对 那布莱德他的一个打赢比赛的秘诀两个 因为他比赛前夕都会在他满满的冠军杯跟腰带面前啊 就是练空级然后再回忆一下他王者的气势 那第二个就是他上场之后啊 会进入他自己所谓的隧道模式 隧道模式就是他只看他对手跟提稳到教练的指令 其他他都完全不会接受那个讯息 所以非常集中注意力 那贾奥琪今天真的状况还不错 对 换了一个教练换了菲律宾教练 看起来比较合他的胃口 那双城比赛呢 他是对了造的这个哈姆扎 就是我们的伊利亚斯的同胞 那两个人头部相撞啊 结果就是哈姆扎鼻子受张 赛后跟我说 这个人的角齐故意用头撞我 结果后来他看了这个片子之后 没办法就是意外 对 其实这也是 蔡老师经常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解说的过程当中 跟大家灌输的一个信息 就是在当中避免碰撞 对 在这个激烈的对抗当中 而且鼻子撞坏了 就只能退赛了 对 但是这个伊利亚斯很高兴 他说我终于不用打自己人了 好第一回合结束了 看来贾奥琪的状况 今天出乎我的意料 是是 我没有想到他会状态那么好 对 所以我相信呢 这个布莱德可能要把话吞回去了 他说这个贾奥琪漏洞不少了 要KO他 看来要KO没那么容易 是 开网口 high go 2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是 那话说这个布莱德也在备战他下一场的先 下个月的MMA首秀 那首秀啊 他这个大明星没有被排到主赛 排到这个副赛 我说会不会觉得没面子 都不会 因为我是第一场 第二场的必须就在主赛了 然后这个布莱德其实年纪轻轻 他已经有一男一女的 两个小孩啊 24岁啊 她老婆把这个小孩顾得很好 所以她就是心无旁骛啊 看起来完全没有爸爸的味道 现在有很多的运动员 为什么就是 我是这个踢拳的 然后我还要再去打一下MMA 我还要再涉渡一些其他的领域呢 一个是对于技术的追求 因为真的是有很多踢拳的高手 你以为自己很会打 到我笼子里面 你根本就是打不到对方 而且一下被对方带到地面 所以他们才会想去克服自己技术上面的短板 一种追求 那另外来说就是 MMA比赛在国外也越来越多了 所以出场费也有可能比较高 所以我们会想尝试一下 在这场比赛 我们看到伊利亚斯布莱德打的频率 没有那么高了 对 所以跟这个加奥奇 两个互相做力量的对抗 感觉伊利亚斯开始累了 哇 现在布莱德是到了新的拳馆 跟那个教练出去了 到了一个新的拳馆 自立门户 在这个伊利亚斯的体能下降的情况下 看贾奥奇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跟布莱德张嘴啦 他在喘啦 那现在是一个加奥奇的好机会 没错 所以这一场在 菲律宾教练帮加奥奇的备战是蛮成功的 特别加强他的体能还有耐力 对 所以看起来目前 加奥奇的体能耐力还蛮够的 所以解决这个布莱德这个难题 这一场比赛 竟然就是可能会有加奥奇给解开了 因为搏击世界杯 这个历程比较长嘛 每一场比赛 运动员的这个状态真的不好说 第二轮的小组赛 我们就感觉到布莱德没有他第一轮 打得那么的 就是那么的顺手 要小心咯 刚加奥奇要被打了几拳 但是立刻 哇 很少看到这个布莱德被打了这么狼狈的啊 今天状态不佳哈布莱德 是啊 是啊 好 第三回合 是 现在只能观察一下 在第二回合 布莱德的头部漏洞就已经出来了 就看到加奥奇能不能逮到 对 加奥奇 刚刚眼睛在乱扬 对他在看什么 是啊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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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意思 哦 是什么吸引了他 我也觉得很好奇 对啊 对啊 没有事啊 哦 加奥奇 可见了这个角齐没有进入隧道模式 他分心了 对 还好回神的快啊 哦 哦 这个 布莱德的吸法啊 哦 小心 刚刚我们的伊利亚斯的前手 拨开了角齐 好 哦 哎 立刻转入位置 不错 再来 表奇的后球球要把肩膀压进去 哦 伊利亚斯的摇掌 哦 哦 伊利亚斯的摇掌 哦 这个摔油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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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掌 击气 剩下最后一分二十秒了 押回去 哦 这个节奏不错啊 但是后手拳没有压进去 押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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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莱德这场比赛的背站真的是问题难道 那上一次几乎不用呼吸那种状态已经不见了 对 这场比赛一直在喘气 加油 加油 押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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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是要看裁判咯 谁能够拿下这一轮比赛的胜利 甲耀琪能够跟布莱德打满三规格 真的是太不简单了 看一下后手 甲耀琪确实有漏洞 自己的手也掉太多咯 今天的甲耀琪前手打得好 但是后手真的是不理想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九 二号裁判 二十八 比二十九 三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平局 加赛一局 对你来说这是意味着什么 你有想到了吗 或者说又多了一次机会还是怎么样 三局占平了 然后肯定我的表现也很不错 因为和世界的高手打 打平了之后要进入到加实赛 那这个时候 教练有做什么样的布置吗 有 因为我这一次给伊德加斯布莱德打的时候 在第一局打完 然后我的嘴唇发痴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刚参加完 全国大赛的比赛 然后刚结束回来 当三局下来以后 然后我感觉这场比赛不简单 在我这个没打之前 别人都这个 很多拳迷都是非常看重这场比赛 看重贾奥奇和布莱德这场比赛 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 以及看对方能不能KO 当时我怎么想的呢 我想一定 因为这个咱们中国人 一定要比赛也好 然后一定要打出咱们中国人的精神 好 小心 哇 你发现布莱德只要以启动他的这个速度 我们还是很难去招架的 对 我还喜欢 他就是从下宽队的招架 哇 好 表情稳一点 不要跟着他的节奏 不要跟伊迪亚斯的节奏 对 拉开距离 伊迪亚斯就是要拼快打 不要跟他 伊迪亚斯逼着手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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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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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压稳 压稳一点 好 好 好 有机会 刘晓辉 再来 其实贾奥琪一定不要稍急 好 后手 姐奥琪 后手开始有了 哎 不错 二次进攻 姐奥琪 二次进攻 哎呦 勇琪 再来 第四回合 姐奥琪的后手 不错 哇 好 高扫 这边距离 贾奥琪欠缺着后脚的高扫踢 对 然后布莱德现在已经没有体能了 哎 有机会 哇 真的 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这个贾奥琪心里有这种表现 所以在五菱风的擂台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哇 再来 哇 再来 哇 剩下最后的四十秒 贾奥琪能不能扭转乾坤呢 哈哈 我们的预导 哇 全场 全场都沸腾了 贾奥琪支持加油 贾奥琪 眼睛真好大啊 贾奥琪的眼睛在寻找机会 其实现场也好 声音好大 我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 好 最后十秒 像这个时候我都已经插气了 我也插气了 什么 肚子呢 然后 但是硬扛 因为不能让对手看到破窄的 看到破窄的时候 那已经完了 好 比赛结束了 看吧 余道高兴了 移动积动的 最后我还把他扛起了 差点摔了 是吗 哦 敲到了 好 我们期待着最后的裁判的判发结果 好 宣布比赛结果之前 我建议大家把这几个掌声大喊声送给两位勇士 好吗 好 无比精彩的一场比赛 呈现给我们现场一天一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共同来关注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十比九 二号裁判 十比九 三号裁判 二号裁判 十比九 比赛结果 红三号裁判 三号裁判 二号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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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比九 红三号裁判 因为现在很多运动员 有内涵 对 很多运动员也好 很多体育界的也好 他们有时候比完赛以后他们有时候哭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 因为这个只有自己在这个训练也好 比赛只有自己知道 别人只看到一个场上的这个感觉 所以说感觉这场赢了来之不易 周围对你这场比赛评价都是怎么样 很多朋友都说这个这场比赛你打的这个 太棒了 太棒了 很多人都这样说 因为这个 由此以来就是 布莱德在咱们中国比赛 就是没有人没有遭受过这种 没有遭受过这种这个打满四局 和这个 在场上硬碰硬的打 那通过这场比赛之后 这种自己的信心 是不是有一个质的这种飞跃 就是在搏击世界杯道路上 对 因为这场比赛打完 首先我进入了世界排名前十 这证明这个世界对我 对我一种认可 认可同时呢 我对我自己信心非常大 我觉得既然能把布莱德打一下 接下来对手 不管给谁打 只要把我状态调整好 心态调整好 其他人都不用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小组赛的最后一场 其实面对的也是一位 我们在国内名气非常大的恐怖小胖 也是老乡吧 对 魏宁辉 我们私底下关系也非常好 关系也非常好 彼此又那么熟悉 其实越熟悉 这个比赛不一定好打 得知我们两个要进行比赛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很少发信息 以前经常聊天 因为他也知道 然后就是放开打 因为这个魏宁辉也是非常强的 拳非常重 所以说 这个我也自己也有压力 也有压力 因为我肯定不能跟他这个 在场上的时候肯定是对攻 因为很多人看完这场比赛都说 贾奥奇成这个假跑跑了 我觉得这场比赛不能这么说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打每一场比赛 战术是不同的 每一场每一场的战术 我觉得我跟他打比赛 首先我在下面训练是什么样 然后 从教练对我来 对我这个指导的什么样的战术 我就在场上打什么样的战术 所以说我尽量的 不可和他这个 晋升的这个一个搏斗 控制距离 打自己的动作 打自己的东西 那场比赛 我感觉发挥的他比较 非常棒 好的 场上的红方选手 就是贾奥奇 蓝方选手 是小胖 魏宁慧 好 这个贾奥奇 证明啊 在武林峰擂台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上次孤山四局 暴龙弃走了伊利亚斯布莱德 这一次呢 因为布莱德的退赛 造成了这个地左 本身很复杂的这个出现形式 变得简单了 走 今天两位 谁获胜 谁就晋级 对 那看起来贾奥奇的气势 非常的旺 那上次打这个伊利亚斯布莱德的时候啊 其实在第一回合 贾奥奇就已经破解了这个伊利亚斯 傲人的无仰能力了 在第二回合伊利亚斯就气喘吁吁了 那包括这个伊利亚斯的快腿 都被我们的贾奥奇给接腿摔破解了 好 目前贾奥奇的积分是6分 魏宁慧积分4分 对 好 讲到魏宁慧啊 魏宁慧上一场对上冯磊 虽然三回合打完魏宁慧获胜 但是近期的小胖是比较令人担心的 对于这个运动员的一些特点 包括运动员的一些状态 其实蔡老师是最有发言权的 因为你对他们的了解特别多 魏宁慧在来到我们这个武林峰的擂台上之前 大家都觉得他非常厉害 可是他在武林峰的比赛状态十好十坏 没有展现出来 就是大家之前所说的他的内容实力是为什么 他自己说那时候比赛有点频繁 所以状况不佳 再加上他可能没有去研究一下对手 对手那个冷招 转身后登转身后摆踢 还有超常臂展 都让魏宁慧吃的苦头 那相对的贾奥奇 其实在跟伊利亚斯打那场有点险 因为为什么呢 第一局打完之后 他教练就赶快把他扛回去 我说为什么教练把你扛回去 他说我刚打完这个中国大学生锦标赛 那状况其实还是有点影响 然后嘴唇 所以其实这个好的教练员都随时要去观察他的一个运动员 不管在场下或场上各种状况 对 一般像嘴唇发紫 我们还不太容易发现 教练观察的比较少 而且我们不知道他刚打完比赛 身体还是很累的 就是最了解他的还是他的教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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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时候我们都挺担心的 你那个演讲的 其实在过去魏林贵的队友说 这个因为这个当时我当时我以为这个不能打的 对 有多大的口子流血流那么多 是的 因为这个 当参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我有没骨开的男人 嗯 没骨开就麻烦了 因为我脸上开那没问题 对 所以说他的拳非常重 嗯 然后他们也是很不看好呢 因为这个魏林贵KO我 嗯 然后我说 然后我说这个老乡我们关系非常好 但是在场上的时候肯定要认真打 嗯 但是KO是我觉得是我们从来上场给他比赛的时候 嗯 我都想着这个我们两个打满三局 一定要带出这个精彩的比赛 嗯 然后那场比赛 我记得这个收视率也是很高的 李文坤 他们两个很相似 是啊 就是也会发出这种声音 李文坤的这个声音好像没有那么印象 让我睡 你在场上的时候他那个声音啊 哎 我也一直纳闷啊 这个魏宁辉每一次他打的那种声音 到底是什么个意思 我搞不懂 那是泰拳都是 有吗 有 他们国内的运动员 你像张春雨 嗯 魏宁辉他们两个我也来打两个打过 哦 他们两个的声音在场上 都是发出这样的声音 平常我不喊的 这次比赛我在场上也喊起来了 我觉得带动了 嗯 这是早感觉 好第二回后的比赛 我们再谈到两位的战术 魏宁辉呢 他就说他就平常心 随机发挥 然后呢 这个贾奥琪是比较针对性的 他就是打控制打赢 然后输出要频繁一点 然后再加上位移等等技巧 来这个迎战魏宁辉 嗯 对于每一场比赛 贾奥琪都要做到他心中有数 因为从上个月的直播开始 因为我们上午会有彩排嘛 彩排结束我就发现 贾奥琪并没有跟着大家一起回酒店休息 是 他找一个地方要进行他的所谓的热身 对 他就在短暂的时间内去找这个空间 去进行身体的活动 是 贾奥琪是比较细心的 对 包括我怎么去评论他了 他的位置去听 哇 那我还要小心一点了 对 哈哈哈 他在比赛的时候他不知道 如果回头再去听的时候 他会知道自己的缺陷在哪里 或者我这个动作怎么样做 会更到位一些 就是我的这个攻击率会更强一些 其实啊就是打得好的话 听到评论语言再夸他会开心 如果打得不好 评论语言又讲得难听 先不要听好了 真的会让自己更伤心啊 可能会影响到自己 好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评论运动员的缺点的时候 我们也是会稍微修饰一下 包括评论外方 因为外方经纪人听得懂 还会翻译 对 好 回到场上来 我们的卫宁辉继续的发功 贾奥琪呢就是眼睛睹得很圆 贾奥琪两拳 现在贾奥琪还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 就是魏宁辉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发出的这个音效 会不会对对手造成一种干扰 之前还没有问过 下次我再问一下这个贾奥琪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 可是如果有人笑点比较低的 搞不好说对手会笑出来 目前看起来我们的卫宁还是很严肃的 贾奥琪 贾奥琪 你这时候贾奥琪在刏会有意见 什么谢谢 被打了 好还有十秒 是 ain matrices objectives dare maximize 这些进攻都比较少 这都是单发的重击 好 前手加后手 这个对拼有点极浅 这个表情的腿非常的重 第三回合 要测出来 骗人 刘雨昕 那魏宁辉就个比较矮 但是呢 他就比较少 高扫踢 所以对方对头部的防御 就会比较松懈一点 也相对比较轻松一点 那这蒋奥琪除了重拳之外 还有高扫 所以魏宁辉的防守上 就有很大的压力 对 好 继续 好 继续 现在蒋奥琪返架 高扫 好 今天双方都是中远距离的最高 不上去不上去 往前压着走 一会儿变 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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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比较1米80 对 dun 这主力的 什么 bien 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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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进距离呢 他就是喜欢做这个干打 今天还不敢打这个贾奥琪的干打 两个腿不拼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教练也都比较着急了 今天贾奥琪的步伐相对的非常的灵活 阿宁辉刚刚起了个飞膝被贾奥琪倒下来了 好 十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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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腹部空挡就露出来了 对 可以 谁能够晋级 看起来教练的这个有效击打真的是比较多一点 对 因为在我们的判法的标准当中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有效击中的次数 然后是主动击打的次数 还有他的一个位移 对 又造成这一个魏宁辉打得非常的辛苦 期待着比赛的结果 是 精彩的比赛 我们共同期待比赛结果 我们共同期待着 互相换决 首位 晋级 本届搏击世界杯四强的选手 中方选手会是谁 我们来看看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红 方 上 自从你在小组赛当中 死亡之组脱颖而出 可能更多的人把这个目标对准了你 今天我 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 请你给我 一束爱的光芒 今天我 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 我要把这时间为你点亮 今天我 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 请你给我 今天我 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 今天我 我要让这时间为我祈祷 我要 我要让这时间为我祈祷 今天为大家呈现的是特别节目 武警双雄热血征程 那刚才的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回顾了贾奥奇 在搏击世界背上小组赛的三场比赛 非常非常顺利的拿到了进入决赛的入场圈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刘阿宁的这个黑马之旅 其实第一场比赛就碰到了一位高手 对 当时 这个迪伦萨尔瓦多 当时我在网上也查了 他是赢过西地赛 然后打败过伊萨 波斯万刀伊萨 很厉害 这场比赛 因为迪伦打之前 他这个体重大 他不Q为刘阿宁他赢不了 首先 因为就是这一次 对 因为他上场的时候 就抱着这个 超重 刘阿宁 超重了两公斤 刘阿宁 因为我在下面 咱们都是稳达稳掌 把自己的防守做好 然后再抓机会 再去和对方打 1 1 2 3 1 好 我们现在为大家呈现的是 B组小组赛的第一轮的比赛 红方选手是来自北京格斗元素的刘亚宁 蓝方选手是来自法国的第一轮萨尔瓦多 是 这个萨尔瓦多 他剩下已经打过85场比赛了 当时这个刘亚宁 被这个萨尔瓦多的一个击重拳 直接打中命门 要注意一下 这个萨尔瓦多拳是很恐怖的 当初西地赛跟他打就是没有限制住 这个萨尔瓦多的拳 所以输了比赛 那波球跟他打就很聪明了 双手一直夹住 你的萨尔瓦多 让他不敢出拳 好 再回到场上刘亚宁 刘亚宁 刘亚宁之前的巴西教练啊 菲利普已经走了 所以目前刘亚宁是没有教练的状态 对 嗯 迪伦萨尔瓦多在B组当中 是比较被看好的一位运动员 是 大家都觉得他这个实力很强 对 名气也很大 曾经在全球排名第九 哇 尤其能够打败西地猜啊 这是相当强的 对 西地猜的实力相信我们武林峰的观众也已经看到了 我们不用多介绍了 对 好 还有十秒 这个两个拳法的分量啊 看起来就是迪伦萨尔瓦多占了上风 对 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其实今天的比赛 我觉得对于迪伦来讲哈 可能是有点运气不佳吧 是 因为他这一次降重有些问题 他现在超重 对 那么在按照我们的这个 搏击世界杯循环赛的规则当中呢 这场比赛 他如果不KO或者是TKO刘亚宁的话 他就是输了 是 但是呢今天这个迪伦的群非常的猛 哦 力量也比这个我们的刘亚宁还大 对 那刘亚宁 那刘亚宁 哎呦 效果 刘亚宁过去他的弱点就是肋骨 曾经被这个像阿桑拓一啊 还有我们之前的这个泰国的选手 都给这个踢到肋骨 那最近刘亚宁肋骨的伤都好了 也加强了抗击打的训练 那这个塞瓦宁肋骨 打完都在 对啊 你好 你也有 你也有 那这个塞瓦多拳很重 那这个塞瓦多拳很重 你ках布 这是做你 你竟然把对手给打晕了 vamos 好 给对手一个强奴 过去的学费没白交 他说在菲利普的指导之下 他拳法也进步了 我们搏击世界杯的这个规则呢 在循环赛当中一局比赛 一方运动员被强赌两次 叛对方运动员合胜 太漂亮了 表现太精彩了 这个有点出乎观众的预料之外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刘亚宁获胜 他可以积三分 而迪伦萨尔瓦顿的可以积一分 中了 其实有时候这个机会啊 是给双方准备的 他在痛击你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就是给你的一个准备 他的路动就更大 他路动大 因为这场比赛没打之前 他在B组 然后这个呼售最高的 就是地龙三 因为可能因为他是 这个名气和成绩 是不容置疑的 当时和地龙打的时候 这个 原来说我超不过三十秒 然后好多网友评论 这场比赛拿下来 其实对自己来说 自信心来说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接下来路还很长 对 不过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斯坦尼兹拉夫 莫尔多瓦的这位选手 应该说也是给你了一个 出了一个难题 对 然后他 然后看过他前两场比赛 然后拳法很重 好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2019波及世界杯B组小组赛的第三轮的比赛 这个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 我们这一届世界杯的四强选手就全部产生了 对 很牵动人心 这场比赛呢 随着 安德烈布朗的退赛 出现形式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了 但是也比较复杂 因为目前呢 刘亚宁在他小组的积分是六分 而斯坦尼斯拉夫的 他的积分是四分 是 输了一场 对 所以说如果 这个蓝方 斯坦尼斯拉夫赢的话 那么他的两个人的积分就相同了 对 这个积分相同的话 我们是谁来晋级呢 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赛事规则的话 我们要去看胜负关系 然后再看小分得失KO或TKO的能力 然后来决定谁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当中 其实看似简单其实也很复杂 是 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对 我们希望看到零二宁进击 好 来介绍一下两位吧 随着搏击世界杯历时这个半年的时间 大家对两位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我们还是从这个个人的特点 还有这个积占书上 蔡老师帮大家先分析一下两位 好 零二宁今年是表现相当出色 而且稳定 先KO了法国高手迪伦 在敌拜胡亚飞 今天只要稳稳地这个打掉特警的话 就可以跟他同门师兄弟贾奥琪会是决赛 对 贾奥琪已经是四强当中的其中一位了 对 然后我有特别问他 如果到时候他们两个队上了之后会怎么办 会不会在同个馆里面训练 同个教练训练 因为这样很尴尬 他说我还没有时间去想 不过刘晓宁说我可以确定的是 如果我跟贾奥琪打的话 到时候我们两边的边角都不会有人 都是空的 师兄弟自己解决 在台上解决 因为这个情况过去在上一届的不及世界杯也发生过 就是杨卓队上的胡亚飞 对 那时候胡老板帮谁好像都不对 不看了 然后轨道转上来 其实今天刘晓宁是相对的比较有力的 因为刘晓宁平常的体重在73到74 然后呢这个斯坦尼斯拉夫呢 在所有运动员里面体重应该是最轻的 他是65公斤级的运动员也是最矮的 所以相对的比较吃亏 对 就是无论从体重上还是从这个身高臂段上 相对来讲刘晓宁是战有一定的优势 那斯坦尼斯拉夫有个特点 因为他受过特警训练 所以心里的抗压力极强 然后他打职业赛之前呢 已经有超过一百场的业余赛的经验 哇 这个比赛的经验还是相当相当的丰富 所以能够让他一小打大 然后还有十秒 所以你看到这个斯坦尼斯拉夫动作几乎都不会变形 重心保持的非常稳定 该还击就还击 就是这种高手之间的较量 我也问过很多运动员 就说遇到这种高手之间的较量 最怕什么呢 最怕犯错 看谁先犯错了 所以第一回合我们看两位其实还都是很谨慎的 刘晓宁也是蛮沉稳蛮内敛的运动员 跟对手几乎是一样 背景也是一样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我们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也看到 佳奥奇在全力的为刘晓宁来服务 现在先一致对外 对一致对外 那这一次刘晓宁也是由菲律宾的教练来帮他加强拳法 而且刘晓宁希望配合西法 来解决 好凶哦 好凶 四代尼斯大夫体重轻啊 就是有这个缺点 一被踹就飞出去了 小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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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尼斯塔夫相當的兇悍 所以藍方具備一個好運動員的各種素質 心理素質特強 然後動作就是不變形 重心保持得非常好 二次啟動的能力非常的快 你看 對攻 再來 劉曉寧雖然有體重的優勢 但是他要解決我們的斯坦尼斯塔夫好像也不是一時三刻之間的事情 現在比賽進行到地緣回合 接腿漂亮 好像多一個動作 接腿之後我們允許一次發力 我們剛剛在劉曉寧打完拳又再掃一次腿 現在劉曉寧還沒找到太好的空打 因為斯坦尼斯塔夫的防守非常好 現在鏡頭再到位是張開義的 好 好 哇 哇 兩根在望 連續進攻速度好快 走 快 對 所以這樣的比賽就是好看 對 注意 不要打這個機會 好 你看劉曉寧的一腿 我們的斯坦尼斯塔夫立刻很快的連擊 劉曉寧又挨了一拳 注意一下 差點屁腿 再來 剛剛籃方的擊斧讓劉曉寧有點差氣 注意 好還有10秒 是 劉曉寧又挨了一拳 要注意 好 這一回合對劉曉寧比較不利 尤其又多挨了我們的斯坦尼斯塔夫兩拳 你看看挨了一拳 手拿高 踹到海角天邊了 好第三回合的比賽 是 讓我意外的是今天 藍方斯坦尼斯塔夫特別的能扛 好 而且他在第二回合表現相對的出色 所以劉曉寧要把握第三回合 劉曉寧要把握第三回合 劉曉寧 再來 這個馬部分 劉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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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劉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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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嵘曉寧 劉曉寧 劉曉 相對的劉耀寧的連續進攻都被斯坦尼斯拉夫給中斷了 對 斯坦尼斯拉夫繼續壓技 劉耀寧有點急了 對 距離要控好 這是對劉耀寧的提示 距離要控好 就是劉耀寧著急了之後 就是沒有那麼的清醒 今天的拳不準 不管是擺拳或是直拳 連夾緊刷都用出來了 就是戰況比較膠著 用蠻力解決 再來 有沒有機會 這一個斯坦尼斯拉夫的力量還是很大 加油 第一次警告 是 都是因為體重不夠 被甩開了 再來 再來 好 有沒有機會 再壓 這場比賽一定要拿下來 這場比賽一定要拿下來 快 剩四十秒 連續進攻 手拉高 劉耀寧 拳法一再落空 還有十秒 很可惜拳法沒有找到準氣 接下來要看打翻了 一二一清腸道 本籃部由花花牛清爵清酸奶贊助郭初 贊助郭初 現在宣布比賽結果 一號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二號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三號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比賽結果 紅 放射 從這場比賽之後 慢慢的有一個詞 就出現在網絡也好 方方面面的也好 黑馬 最大的一匹黑馬 我記得我錄了一個短片以後 他說 我說是不是黑馬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一直想走到最後 搏擊世界位 今天我 終於站在這年輕的戰場 請你給我 一束愛的光芒 今天我 將要走向這勝利的遠方 我要把這世界為你點亮 好 歡迎您繼續回來 今天為大家呈現的是 武林峰特別節目 武警雙雄 熱血征程 今天請到演播室現場的賈奧琪 劉亞寧 大家好 我是賈奧琪 大家好 我是劉亞寧 剛才回顧了我們搏擊世界盃之前的征程 進入決賽之後 兩個人遇到了同一位對手 就是上屆總冠軍 首先交鋒的是亞寧 對 帕吉特農馬 當時得到這樣的一個消息 首場比賽 決賽的首場比賽面對的是 上屆總冠軍的時候 那種心理是一種深刻的狀態 我感覺當時已經進入決賽來 我感覺碰到誰都無所為 好 這裡是正在為您直播的 武林峰全球功夫勝典 這場比賽是 2019搏擊世界盃的第一場半決賽 紅方選手是劉亞寧 藍方選手來自泰國的帕吉特農 一開始兩根拳法對攻 這劉亞寧在本屆搏擊世界盃表現出色 分別KO了法國高手迪倫 擊敗胡亞菲 最後打掉了莫多亞的帕吉特農 還沒講完這個今年的帕吉特農的狀態太好了 對 帕吉特農是我們上一屆搏擊世界盃的總冠軍 是 在賽前很多觀眾說這個帕吉特農打完這場會不會退役 我特別問他 然後今天他跑來跟我解釋 不行把他中拳 帕吉特農的狀態太好了 他跟我解釋說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該退役 因為他現在狀況很好 所以他沒辦法回答我的問題 果然 哇 這樣帕吉特農今天就輕鬆地進入到了決賽當中 太強了 真的是 雖然沒想到亞寧會在 沒有想到 因為亞寧按這個實力來說 這個很多人都說這個即時這個輸 也會給他打滿三局 但是這個沒想到這麼快 沒有想到 因為這個能走到最後了 還是一樣 每個給高手打 每個細節都在這裡 現在來總結的話 亞寧 你覺得輸在哪裡 我感覺輸到防守上面 還是有漏洞 尤其是面對世界高手的時候 對 然後防守 只要給他一個漏洞 然後抓住了 非常準 然後這個防守 回去了以後 我真的看了好多遍 就是這個後手拳掉了一下 後手拳掉了一下 本來要打千百拳 對 然後踢到了頭 我本來我也是就是 贏不贏 然後我在下面就是我們倆練的 就是研究的或者練的就是很刻骨 就準備得很充分 然後上去以後 有的人說就是我緊張了 怎麼樣 我感覺也不是緊張吧 反正就是很遺憾的感覺 總的來說呢 我覺得亞寧是給自己 也給我們廣大全迷 留下了一個遺憾 對 也是我自己的一個遺憾 沒能走到最後 正因為如此呢 我們大家把更多的希望寄託在了 對 賈奧齊的身上 賈奧齊呢 首場比賽在半決賽當中 遇到了泰國的當紅小勝 打完猜 也不好打 打完猜也非常難打的 當時面對打完猜的時候呢 是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他跟泰拳這個選手 還是有一定的這個 不一樣的 他比泰國泰拳選手 還要這個全面一點 他對馬這個 熟悉規則 以及他的拳腿控制 而且這個速度 比泰拳選手還要快 還有真正的泰拳選手還要快 所以說這個 他在泰國這個 倫皮尼的這個 當紅小勝也是不為故 確實可以 好 觀眾朋友 現在為您呈現的是 2019國際世界盃半決賽的第二場比賽 紅方選手是中國神英賈奧齊 藍方選手來自泰國的達完猜 是 今天 賈奧齊剛剛獲得金拳獎的最佳比賽 然後達完猜獲得金拳獎的最佳選手獎 兩位誰能夠進入到決賽當中和帕奇豆農 來爭奪今年的這個搏擊世界盃 以及十萬的獎金 他們心裡應該都會感到壓力 帕奇豆農那麼強大 但會怎麼辦 這剛剛和劉亞年的那場比賽真的讓我們驚嘆不贏 是 好 剛剛我們的腳要騎借腿摔 但是呢 達完猜的抗摔能力太強了 好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歷時半年的這個搏擊世界盃的歷程 達完猜是四強當中最年輕的一位運動員 但是他表現出來的那種老辣 是很多全民想像不到的 而且除了這個比賽之外 他還收穫了無數的女粉絲 我們在鄭州做直播的時候 這個全國各地的粉絲 自費這個坐飛機到鄭州去觀看他的比賽 對 他在泰國也是粉絲非常的多 這一次的備戰達完猜一樣 找了他的師兄善猜 還有另外一位呢世界排名第一的高手 他說不能講 來陪他備戰 還這麼神秘 因為是比賽俱樂部的高手 所以偷偷跑過來幫他備戰 好 再來說賈奧奇 賈奧奇這個在整個的搏擊世界盃的 征戰的歷程當中 給我們的感覺就是他特別的珍惜 這一次比賽的機會 也特別的想拿到這個搏擊世界盃的大獎盃 來證明自己的實力 對 過去大家都認為達完猜的拳法是他的短板 當然他第一局想用拳 然後給你打打拳 然後他之前打比賽都是腿 他想踢後面的腿 因為這個戒腿摔 因為你是反駕 他也是反駕你也是反駕 這個戒腿摔我們在下面 因為我們為了備戰這次年中盛典 我們提前去珠海小一個月 然後進行備戰 大運動量去訓練 就是趙哲是九局和十局的體能來儲備的 就這一腿 當時我蒙了 聽說後腦了有點 對 我一下站起來 這個時候我都被他打的時候 我現在迷糊當中了 我想著這會兒就是 這很危險啊 從這兒開始才輕視一點 然後讓我移動先不打呢 這個時候他有察覺沒有 有一點察覺 但是因為我的反應 讓他感覺不到 恢復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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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已經恢復了 這次博西施鐵盃打完之後 他回泰國還是會乖乖地去打 64跟65公斤的 他說這個67 對他來說太吃力了 對 哇 看到我們都好緊張 真的是 不知道兩位誰能夠進入到決賽當中 打萬猜在博西施鐵盃打了三場比賽 但是一場比一場進步得多 真的是非常用心 天分也非常的好 好 第二回合的較量 嗯 進入到搏擊世界盃的這16位選手 都是我們千挑萬選的 都是高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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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回合的 加油 加油 終於 賈奧齊快 哇 賈奧齊不都給賈奧齊這個喘息的機會 要死死個Dragon James的機會 現在打萬猜還是非常穩定 整個頭已經往後癢了 必須保護打萬猜 雖然打萬猜沒有倒地 雖然打萬猜沒有倒地 但是整個頭不是往後癢的 雖然打萬猜 你打了那麼多拳輸出的這種重拳 但是他竟然 還是最後那拳打出了更好的效果 最後那拳 但是他已經我覺得在還手的余地已經不大了 當時我在第二局一上場的時候 然後關老師 說要打動了不要打一下 打兩下或者三下 打完了以後就是打啟動最快的速度 我團隊消滅打啟動最快的速度去打 所以說我要找準時機就是打一下一下兩下 我覺得一下打 那就是一下 他很多人說我這場打的是運氣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不行 然後還可以再打一次 其實這個時候在享受這種勝利的喜悅 更多的我覺得心的壓力就要到了 這場下聚以後 然後我們的助理 如果這個拉到房間以後 我那坐的時候我頭一直在 不知道怎麼回事 感覺回心有點發軟的感覺 那種感覺 然後放鬆 然後用那個水 就是補充水費等等 然後 而且在那每做那個 每做三分鐘 我就想哎 下一場就是第幾場了 第幾場了 每做三分鐘第幾場 就是心裡面一直這個坎下不去 想到這個最後了嗎 走到也是對也是很興奮 對我來說這個也是 讓全民朋友們也是這個 非常震驚的一場比賽 接下來要面對的上屆的世界冠軍 你自己的激戰書上有哪些布局嗎 在和他打完以後 再和帕吉他能打 我的戰術就是 前入拳 然後瞄著對方 然後對方 這個瞄著對方的同時 然後去冷靜的去出每一拳 不能亂 然後就是底下移動 不要站了 他一打 然後他只要一打動作 我們都往退 然後去打反擊 他只要一退 我們就不停了連貫 我們按照這樣的布局 然後來走到這個 打這個決賽 因為帕吉他能打拳隊非常重 他非常重 因為他這個 給他打 你說這個打擊力度和這個 拳的這個密度 他是佔優勢的 因為他一定佔優勢 因為很多人反映說 他的降重很厲害 我感覺這個他的身體很寬 體重到一個巴士 因為打之前這場比賽 大家也是就是對這個 帕吉他能的後望非常高 然後就是他 因為一旦他是這個 對他的這個 後望非常高的時候 因為他這個導向都在 帕吉他能的面前 因為這個我打的動作 大家肯定有時候都看不到 只有這個自己親近的人 才能看得到明白 這個打得不親近的人 可能都導向在這個 帕吉他能的那邊 對 是 國際世界盃的總決賽 是 好 我們先來接一下 紅方選手是泰國的帕吉特龍 藍方選手是中國神英 賈奧齊 是 今天這兩位真的都太強了 對 帕吉特龍在這個 第一局4 6秒TKO了 這個 賈奧齊的同盟師兄弟 劉愛妮 然後賈奧齊是在 第二回合50秒 正選TKO了這個 打碗菜 事實上這個帕吉特龍為什麼這麼厲害 他在賽前就是找了教練帕良 來改善他對於對方頭部的攻擊技巧 同時找最厲害的這個蘇波幫跟耀薇菜 來當他的重擊的人肉沙包 所以把這個重擊的能力給練出來了 那賈奧齊應該在比賽前也對這個帕吉特龍做了細緻的研究過 當然有 他的戰術就是 因為他覺得散打的步伐呢 帕吉特龍可能比較不適應 所以呢會用這個散打的步伐 跟這個精準的拳法連續擊打來對付帕吉特龍 但是好像沒那麼容易 對 帕吉特龍對於拳法的感覺也是非常的好 那因為呢今天的這個帕吉特龍的狀態非常好 所以大家為他退役啊 他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他可能也不想退役吧 好這回 哦 你看這一個帕吉特龍的抗摔 真的太強了 沿路退到邊角都沒有倒 其實關於帕吉特龍把這場比賽當中他的退役賽這個說法 其實之前我們的官微在推這篇文章的時候並非此意 後來不知道大家怎麼就理解為他把這個作為退役賽 我們的小編也非常的苦惱 沒事 反正帕吉特龍跟我說 問他這個問題他沒辦法回答 其實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武林峰對於帕吉特龍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平台 是 是武林峰成就了他 對 那帕吉特龍呢這次備戰也特別加強他的體能 包括一個指標就是VO2Max的指標 就是每分鐘每公斤最大的睡養量 他目前已經達到最頂級的這個世界運動員的水平了 所以他現在不管是力量還有心肺能力都非常的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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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 双方各有计划 像蒋奥奇就是会在珠海停留一天 找弟兄们一起庆祝一下 然后呢 塔吉特龙呢 则会到香港休息三天 终于可以放松了 因为真的是经过了一年时间从准备到达比赛 这一年都在忙碌这一件事情 身体跟心理压力都非常大 是 好 回药产生 小心 这帕奇特龙今天状况太狂了 帕奇特龙的拳法重击跟高扫踢今天发挥的淋漓尽致 来 现在看蒋奥奇能不能扳回局面 还好蒋奥奇这个比刘耀宁能顶一点 也是吃了一拳 然后又一腿 对 那刘耀宁在上一轮也是吃了一拳又一腿 刚镜头带到的是苏波帆 哇 这个太凶悍了 这个帕奇特龙 小心 贾奥奇不能被他的这种凶悍的气势带跑了那个节奏 在伯奇特龙所有的运动员里面是 帕奇特龙拳法找中击的能力是最好的 对 他都能够去找到机会或创造机会来打中击 这是帕奇特龙厉害的地方 然后再加上这个他的吸法跟腿法压制力非常的强 但贾奥奇也不错 在上场比赛能够把这个达万才给打回家了 在后台看达万才难过了在那边有点唾弃了 没办法 这个身材 它不是技术问题 这是身材的问题 继续 哇 这一种太重了 听声音好 能够感受到那个重量 当初这个杨卓也是被这个 帕奇特龙压制 但这个今天杨卓跟我讲他今年一定会付出 一定要打比赛 敬请观众来期待 今天杨卓也在我们盛典的检场 对 哇 帕奇特龙好凶 赢得 交集能不能找到一级必杀的机会呢 交集冷静一点 找漏洞 哇 现在交集 对 帕奇特龙的那个挺放松的 我觉得打的 是 哇 又是一段高的重击 漂亮 漂亮 好 时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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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 来 看 我传续的 看 我传续的 想到 我传续的 我传续的 像这个贾奥琪跟刘亚宁都是武警出身的 他说武警给他们的力量就是有灵魂 有本事 有谢信 有品德 那现在呢 就是我们的贾奥琪在场上发挥他的谢信 向他的抗压力 有没有机会 再来赝拼 刘亚宁站着来 你摔啊 连抗摔都不抗摔都站在那边 好 不错 给奥琪的重击 都没有效果 有没有效果 小心 剩下不到两分钟 好 奥琪已经有效命中了 再来几个 好 帕奇特隆怕了 再来 好 这真的是苦战啊 好 又是西法和摟包 再来 哇 这空膛又被贾奥琪给找到了 贾奥琪就是用腿法压制 用西法呢 让你的手放下来 然后呢 他再用他的拳法去攻击你的头部 这是帕奇特隆的三板斧 可是呢 这个帕奇特隆 西法一到 你手不放下来 也不行 是 哦 哦 哦 帕奇特隆这个 血能下降了 是 所以奥琪有没有机会 加油 加油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好 一个足迹西转 好累啊 好累啊 帕奇特隆有点乱 我觉得 因为他的体能一下滑以后 体能下降了 完了以后就是 我 他的体能一下滑 给我也是 我体能也一样 我们体能都已经倒进了 但是我的这个 他体能一下滑 我瞬间把我这个心事给提上来了 嗯 我觉得这个 他这个我还可以 我还是这个 能这个 绿体能还是比你强的 嗯 所以说 这场比赛打完以后 这个一直走到现在 我感觉我这个 直到最后我的全力进攻 我觉得才有这个更大的希望 嗯 所以说也是给我带来这个 心里面 这个一下信心 然后再加上我这个 嗯 很渴望拿着这个总冠军的这个 期望 这一刻静静的等待 大家在跟你说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这个比赛就是这个 把深呼吸先调一调 然后我当时很累了 也很累了 嗯 然后就是 是不是也担心 会不会有加时赛 嗯 没有没有 没有担心 因为我这比赛 这个 第一局 嗯 这个和第三局我占有 第二局 因为中半下半队 然后确实 这个 嗯 嗯 帕金的能力 优势非常大 对 然后就这样 因为这比赛就是这样的 哇 这个大奖杯 好 整整大半年的时间 十六位中美勇士 一场又一场的比拼 一场又一场的敖战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第二届博军世界杯的大奖杯 好 现在 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感觉 魁力充满的力量 一样 嗯 28 比29 当时我以为我是红黄的 哦哦 不对劲是前套 哈哈 哈哈哈 28 比29 比29 3号裁判 结果已经出来了 结果已经出来了 比29 比29 比赛结果 蓝 放射 反出来了 反出来了 就是这一样 就是压也很当天了 这种制放 这是一种 真正的战士 江奥歇 哇 哈哈哈 现场那么多的朋友 战友 那么多的观众 在为你呐喊 这场比赛打完以后 我手机上面两天 我平时都没回复完 就是信息 然后我是12号打完以后 11号打完以后 然后晚上的时候 庆功院的时候 我去医院去检查 因为检查一下 就是头部或者这个CT 看一下到底检查身体 这个时候那时候 这个眼睛很痛 检查一下这个 头部的CT身体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是 也是一样 打完以后 然后这个吃饭 一周都不敢吃净东西 因为他们都看不出来 感觉这个上场没事一样 很多人还这样说 假奥奇这场比赛打完以后 感觉没什么事一样 真的 他们也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还是不一样 真的 但是打完以后 这个奖杯我不知道怎么爆起来的 我这直接举起来了 好 现在展现在大家面前的 就是搏击世界杯总冠军奖杯 那现在属于假奥奇的了 这个奖杯太熟悉不过了 对不对 对 因为这个奖杯从这个放到搏击世界杯的擂台那一瞬间 然后我们都是充满期待 然后就是以这个奖杯为目标 完了以后就是这个奖杯 我们已经亲吻了无措次了 这个是很多人都说 这个我们是抱回来 把奖杯给抱回来 然后努力训练 打好比赛 然后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我们亲回来的 这个奖杯 一直到亲回到我们的胸盆当中 亲回来 太好了 你看看啊 现在把自己的名字都已经刻上去了 对 我们现在让观众看一下啊 哎呀 这个荣耀时刻 我们来看 首届帕奇特农2018 2019第二届假奥奇 看到了假奥奇的名字已经刻上去了啊 这是国际世界杯总冠军奖杯 刚才私下里亚宁也告诉我说 他争取下一次把他的名字也刻上来 是不是 必须的 必须的啊 好 加油